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节 程序的国际化 呃 芬芬 什么是程序的国际化啊 国际化就应该是一种标准吧 它就是 一种标准 是吧 我们经常说 我这个公司啊 这个走向国际化 是不是啊 走向国际化 出国了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跨国公司 在国外开了很多分公司 那我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 这个管理风格就要走向国际化 是吧 适应国际的这种比较前沿先进的这种风格 是吧 这个意思啊 总管是这样的 然后就跨地区或者是跨这个国家 是吧 这样才去理解 好 那我们程序的国际化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我们公司开了一个什么什么系统 是吧 叉叉叉系统 这个系统呢 现在如果是在国内使用 只在中国使用 OK 没有问题 我只是要中文版本就可以了 对吧 中文版本就行了 好 如果我们的程序 未来有更大的野心 我想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仅仅要支持中文了 我可能要支持英文 日文 韩文 什么阿拉伯语 什么各种语 是吧 波兰语 是吧 丹麦语 是吧 对 各种国家的语言 我都输送到这些国家地区 或者地区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程序啊 我的程序就要适应他们的语言风格 听懂了吗 他们的语言风格 那什么东西会不一样呢 国家和地区之间 语言 语言不一样 时间 时间表示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还有呢 钱 货币是吧 货币的单位会不一样 是吧 美国用刀 是吧 人民币用那个 羊角 羊角 是吧 对 用羊角是吧 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的系统当中 就要自动的去怎么样 转换 转换这些事情 是吧 就说我们程序要做到国际化 国际化 不是说我的一套系统开发多个版本 听懂了吗 这个国际化不是这样的 最简单的国际化可能是这样的 我写一个网站 我的网站写了三份 一份是中文的 一份是英文的 一份是这个日文的 是吧 这不叫我们做程序国际化 我们国际化的意思是 同一份程序 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在不同的 安装在不同的这个系统平台上 它自动就会适应这个 它这个语言环境 明白吗 比如说我在中文的操作系统上 装这个软件 那就显示中文界面 在英文操作系统的 下面安装 那就会显示英文的 在日本就是日文的 这不是这样吗 日本人肯定用日文的操作系统 是吧 美国人肯定用英文的操作系统 对吧 还是不一样 这是跟操作系统要相关 是吧 操作系统 或者说跟你使用的电脑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是这意思吧 OK 同一套程序代码可以在各个语言环境中下面进行使用 进行使用 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程序国际化 是吧 那如果未来你有机会进入一个什么外国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外包公司 是吧 外包公司你可能会涉及到这一方面 是吧 即使说我们这个国内也有做国际化的 专门的 专门也有专门这个做程序国际化 即使在国内也有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里面可能有用 用这个用这个简体中文的 有用繁体的 是吧 还有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兄弟 新疆国际用的是新疆语是吧 你在程序中显示的是新疆语 他操作系统可能有新疆语是吧 对 对不对 还有藏语什么的 是吧 可能是你要如果到这些地区里面去的话 是不是也有适应他们的这个语言环境 但是国内同样也是 是吧 也是这个意思 各个语言环境下只是语言显示不同 具体的程序操作本身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复制好几份 那就没必要是吧 重复的东西 我们不用复制好几份 只是语言显示上不一样而已 是吧 国际化程序就是完成 就是用来完成这样一种功能 一种功能 那国际化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叫Internationalization 特别长是吧 特别长 一共有20个制服组成 据说是这个 这个跟那个什么圣诞节 不关系吗 那个也比较长 那个单词 圣诞节是吧 是吧 那个单词也是特别长 也比较长 据说这个单词 它在这个单词最长的排行榜上 它是排得上了 排得上号了 一共20个字符 所以但是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经常会有简写 我怎么简写呢 就是取第一个字母 跟最后一个字母 I跟N 中间有十大个字符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把 国际化程序叫做I48N 对吧 这样就简化了 这种说法 好吧 OK 那要我们的程序去实现国际化 对吧 国际化 就像这个标语一样 对吧 我们要做到简约时上国际范 对吧 要有国际范 走向国际 OK 那如何在我们的程序当中去实现呢 我们来看 在加法当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类 叫做Local这个类 Local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 从单词上理解 可以理解为本地的意思 是吧 有本地的意思 但是这个对象 我们最好不要叫本地对象 是吧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特定的地理政治文化地区 需要Local来执行其任务的操作 称为语言环境敏感的操作 语言环境敏感操作 能听懂吗 需要用Local来执行任务操作的 称为语言环境敏感的操作 比如说在中文的这个系统里面 我的确定按钮就可能叫确定一个按钮 是吧 那换到英文系统上 我应该就叫yes 叫yes 或者叫submit 提交或者是 OK 或者叫OK 确定吗 是吧 对 应该正常应该OK 如果是日语环境下 日语 那我就不知道 もしもし 答案不是这样的 我随便说的 我也不必质疑 OK 肯定是有一个东西来表示 好 它使用Local 为用户量身 这个什么 定制信息 例如显示一个数值 就是语言环境敏感的操作了 数值 应该根据用户的国家地区 或者文化 文化 风俗传统来格式化这个数据 对吧 好 那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类呢 这个类啊 我们说很关键啊 很关键 你刷出来以后 所有的操作 如果用这个类 它就会自动选择 它有一个自动选择的一个功能 对吧 就相当于开关掰到了这边 是吧 掰到了中文这边 那后面其后的操作都跟中文 都是中文界面 我把开关掰到英文的 那后面所有的界面操作都是英文的 对 我们经常在网站上看到有这样的 中英文切换 对吧 对不对 点一下中文 点一下英文 OK当然有很多是假的 我们说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两套重新在那放的了 两套 他们自动来进行切换 但是我们要实现的 肯定不是两套 一套就行了 OK 那么它俩两个构造方法 一个是传language 一个是传language跟country 当然还有一个构造方法 传三个参数的 一般我们不用 一般就是用这两个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通过它来创建 这个lovo对象 还有第二种方式呢 通过default来去创建这个对象 是吧 OK 我们来试一下 在这儿 我就新建了一个i18ndemo 这样一个工程 这样一个工程 我在新的工作空间里面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 我们新建一个类 我取一个包名 是吧 取一个包名 类名叫什么 i 是吧 nnn 然后呢 demo demo 搞定它 好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程序 国际化 第一个我们要使用的一个类叫 local 是吧 local这个类 好 local这个类表示 本地化数 本地化语言环境对象 对吧 我们先定一个local 比如说我要定一个中文语言环境下的 是吧 cn是吧 中文叫cn 对不对 cn 然后呢 new一个local 就完事了 导包 然后local里边的参数 是什么 参数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语言 一个是语言 一个是语言跟地区 地区是吗 语言跟地区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 怎么来写呢 通常我们可以分开写 或者说连在一起写 中文的语言环境 我先写啊 先这么写 这么写 如果你用一个参数的 那就俩连在一起 嗯 把两个连在一起 然后加个消耗线 嗯 是吧 加消耗线 把它连在一起写 通常我们就这样可以分开写 是吧 嗯 分开写 这个对象叫 啊 创建一个什么 嗯 创建一个本地对象 本地 语言 环境对象 嗯 是吧 本地语言环境对象 啊 该 对象啊 会什么 嗯 该对象能做什么 该对象啊 会 呃 根据 根据这个 呃 参数吧 参数设置是吧 嗯 根据参数设置 来 自动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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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之 什么 相关的 这个 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 根据参数设置的 哎 参数设置的 来选择 以这个系统相关的 这个语言环境 是吧 通常就是操作系统了 嗯 操作系统 OK 那有人就问了 我哪知道 你这 哎 你这写的 ZS跟CN是什么意思 是吧 嗯 我怎么去写呢 我怎么写呢 哎 没关系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好吧 嗯 可以查到 前面是表示什么 语言 我们说参数 我们列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参数 第一个是 嗯 Longuage 是Longuage 是语言是吗 对 是语言 第二个是 地区 地区 区 语言或地区 那就是 世界上 这么多国家 是吧 几百个国家 每个国家 都有一个语言的 这个表示 嗯 语言的表示 一个固定的一个符号 比如说 我们说ZS就表示 中文的意思 嗯 中嘛 那前面那缩写 啊 就是固定的啊 国际上给你通用一个命名 就叫这个ZS 嗯 是吧 CN是什么呢 CN是你的地区的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代号 嗯 地区代号 比如CN 就我们经常说上网 CN 对吧 CN就是我们国 我们国内国家的啊 咱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代号 嗯 啊 这一个一个一个代号 比如说 美国 它叫US 嗯 这是固定的啊 固定的啊 你是不能去改的 嗯 是吧 它是固定的 嗯 OK 那我怎么知道 哪些国家有哪些呢 哎 没关系 我告诉你 在IE浏览器上 有非常丰富的什么 啊 可以查是吧 可以查到 嗯 是吧 我打开IE浏览器 然后呢 你打开工具里边的 这个工具里边的这个呃 叫internet选项 嗯 是吧 在internet选项里边 你可以找到这个语言 常规里面可以找到语言 是吧 嗯 你看这个中文是这么写啊 嗯 如果它是杠子是横杠 我们用下号线 是吧 对 这叫简体中文 好 其他国家怎么办 点添加 你看你可以看到所有国家 和地区 或者地区的这样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编号 嗯 带号 你看 都两个两个的是吧 这是英文体系的 是吧 爱尔兰 是吧 这是澳大利 这个澳大利亚 是吧 这个什么 伯利兹 是吧 嗯 这菲律宾 是吧 菲律宾共和国 加利比海 是吧 加拿大 是吧 嗯 你看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固定代号 是吧 嗯 这是意大利的还有 有好几个 是吧 嗯 就是 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啊 大的地区 地区可能就大的地区才有 嗯 发达地区可能才有 比如说我们的 宝岛台湾 嗯 它是一个地区 是吧 它就有 有这个 它叫TW 嗯 台湾了 是吧 这个意思 OK 大家可以从这儿去可以去查看的吧 嗯 查看每个这个 呃 地区是怎么去表示啊 怎么去表示的 好 假如说我们想再来一个英文的 就美国的好吧 嗯 我们叫这个 叫US吧 嗯 啊 US 我们就另一个啊 怎么怎么写啊 按照刚才我们的这个套路 Local Local 然后呢 应该是English English 用的是语言 是吧 后面呢 US 对地区 US 美国 美国 对吧 你这么去创建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 直接用new的方式 第二种 第二种 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是 Local 然后呢 Local 嗯 Local 我们叫default 默认的 默认的 哎 它可以根据一个构造方法 可以根据一个静态方法 get default 去获取当前操作系统默认的语言环境 就本地的 哎 这是获取当前就本地 嗯啊 本地系统 啊 默认 默认的什么 默认的语言环境 对 默认的语言 环境 默认语言 如果我操作系统是中文的 那得到就是中文的 那英文的呢 得到是英文的 嗯 是吧 可以从这个两个方式去获取 啊 去获取 OK 好 那获取到这个对象以后 我有什么用的这个对象呢 有没有有用 啊 这个对象 等一下 你传哪个对象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对象 是吧 嗯 两个对象 你传哪个对象 就决定 我们的程序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语言 嗯 啊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等一下举个例子 啊 举个这样一个案例 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系统 系统里面是不是有欢迎语句啊 嗯 啊 比如说这个欢迎使用什么什么系统 嗯 是吧 叉叉叉系统 是吧 欢迎使用这个商品管理系统 然后请输入用户名 请输入密码 OK 咔哈 说对 是吧 嗯 登录成功 是吧 然后请欢迎谁谁谁 使用谁 欢迎欢迎谁 是吧 欢迎谁谁谁 啊 OK 如果我是用中文的语言环境 那他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一套都是中文 对 如果我用这个local us 那他全套应该选择英文 美国英文 嗯 是吧 应该选择英文的这个系统 OK 对 就你通过这个对象就让我们的程序啊 就能自动的进行切换 嗯 切换中文还是英文 所以说你说这个对象就是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对 是吧 就像开关 就像我们经常上网见到 呃 当然很多网站是假的 是吧 对 怎么是假的呢 他开发两套是吧 嗯 两套你点就切到那个站里面 点切这个站是吧 两份 但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两份 是一份啊 嗯 一份 OK 好 这是这个对象 它的这个作用啊 嗯 作用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要提供 在系统当中 欢迎谁谁谁 请出用意义 这些字 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些字 是吗 嗯 这些字 那应该是有两套 嗯 如果现在我只要做中文跟英文 两个语言的 那就要两套 一个中文的 一个英文的 两套这个 这个 这些提示 提示信息是吗 OK 那这些提示信息 要放哪里呢 放哪里呢 Java当中 给我们提用的一个叫 Properties 这样一个文件 嗯 这个文件叫属性文件 嗯 叫属性文件 啊 国际化的实现呢 核心就在于语言上 就刚才的local 嗯 很关键 通常的做法 是将其定义成 若干个属性文件 把我们刚才 中文要显示的文本 和英文要显示的文本 分别写在两个 Property文件当中 嗯 啊 属性文件的格式呢 它是采用了 key value的格式 进行操作的 也就是说 key是什么 key就像一个名字一样 就像变量名啊 嗯 叫name等于 分分 对 那分分就是值 嗯 name就是key value key 所以它这个 属性文件 也可以另一种 叫法叫 建置对 嗯 是吧 存储建置对 上一种文件 OK 好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叫 resource bundle 这个类 去绑定这个文件 去读取这个文件 嗯 读取文件 它可以很方便的去 去得到这个信息 你看 可以通过get bounce 绑定这个文件 是吧 嗯 绑定文件 并且传入你的local 哎 local在这传入 嗯 传进去 哎 你会 它就会自动 根据这个local 去选择 你要使用哪个配置文件 嗯 哪个property文件 听明白了吗 嗯 哎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绑定完事儿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get sgain 这个方法 去获取文件当中 对应的内容 嗯 对应的 这个key 啊 你通过key 就取value 是吧 嗯 取value OK 所以它这个文件 是这么来书写 好吧 OK 我们来给它演示一下 好 刚才这个登录这个案例哈 登录案例 我们在这儿要新建啊 我就在包里面新建了哈 包里面又击新建一个文件啊 先文件 文件名叫什么呢 最有前缀 前缀的名字 你随便写 比如我叫info 信息的意思 是吧 information 然后后面这一段是固定的写法 固定的写法 OK 为什么叫下滑线 zh 下滑线cn 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语言跟地区 的一个缩写 是吧 缩写 你把它拼到 用下滑线的方式 连接到你这个名称的后边 是吧 然后组成一个文件名 对不对 注意大摇写啊 注意大摇写 一定是严格的按照大摇写来 你只有这个info可以随便改 改成abcd都可以 后面这一段都不能改 是固定的模式 好吧 然后紧接的是properties 走你 是吧 我这个文件就建好了 是不是 你就建好了 然后我再把这个文件复制一份 再来一个 复制一份 然后我就要搞一个英文的 是吧 en 然后呢 us 是吧 en 我现在就创建了 两个配置文件 如果你要支持十个国家 不好意思 你要写十份这个文件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OK 经常我们说大学生兼职 我要给某个软件做汉化 是吧 实际上呢 他把那个文档卡卡卡给水 你就把那个文档给翻译一下 然后提供一个文档 但是他提供的不一定也是这样的文档 嗯 对 他可能提供一个text文件 让你这么key value去翻译 是吧 翻译完 把文件一转 转上这个 是吧 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就有钱了 你就是挣那个翻译的钱吗 帮人家汉汉化嘛 对吧 那这也给大家 脏活 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上学的朋友 提供一个赚钱的这个 这个赚取这个渠道 这个这个生活费的一个渠道 好吧 可以去找这个汉化 这个做汉化的这样一个工作 去做 好 我们现在只关注两种 因为我们其他语言我们也不懂 写个日语 日语我也打不出来 是吧 是不是 我也不懂 那就只能打这两种了 是吧 OK 那英文我们先打 比如说 我一打开 我就要有一个 欢迎 欢迎使用 欢迎使用什么系统 那我就或者打一个系统的名称 就出来 是吧 什么什么系统呢 什么什么系统呢 人员管理系统 人口型系统 叫做 EMP 我叫员工 是吧 我叫系统的名称 是吧 叫System 我取个名字 SYS System Name 最 你的key是可以带点的 key可以带点的 你愿意带点 这只是你的自己的一个命名 那就相当于是我的系统名字的意思 是吧 系统名字 我的系统名字是什么呢 是英文的 EMP EMP 员工的意思 是吧 员工 管理 Manager 系统 System 是吧 我应该写前列叫 Employee 是吧 Employee 我叫EMP了 好 这是系统的名称 EMP 管理系统 是吧 员工管理系统 好 然后呢 有一个输入用户名 是吧 Input Name Username 等于 等于 这前面也是key 我这是我随便写的 自己想 你今天写什么 你写什么 只不过见名之意 是吧 输入名称的意思 输入用户名 OK 那我这个就 呃 提示是什么呢 提示就是 Input User Username Input Username 然后呢 再来一个 Password Password 我就应该是 Input Password 就是提示 嗯 Input Password 是吧 好 输入名称 然后完了以后 登录成功是吧 登录成功的话 Login Success 嗯 就是登录成功的意思 那我就叫 啊 就叫 这个 Login Success Success 嗯 是吧 对 Login Success 如果登录失败呢 写错了 嗯 我就叫 L 嗯 是吧 叫什么 Login 我就登录失败嘛 叫什么 嗯 Default 是吧 就L吧 嗯 行 Login L 登录错误 嗯 登录错误 OK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嗯 简单提示 就是这么来进行 这个提示的 好 这是我英文的一个提示信息 是吗 嗯 我复制过来 我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放大那些 中文 放到中文这边来 改吧 改吧 哎 然后就改 这是员工管理系统 是吗 哎 看 我现在打中文了啊 我现在用的是无比 打中文 叫 圆 你看看 这里表示的编码是不一样的 你打它自动给你换 换过来啊 这是啊 员工管理 嗯 是吧 这是什么编码 系统 这里 纸上去看 是不是员工管理系统 哎 这个叫 这个叫这个 呃 UTF编码 嗯 UTF编码 嗯 这叫UTF编码 的意思 嗯 什么叫UTF编码呢 就是说 因为各个国家 都有各个国家的 语言 嗯 啊 讲句越语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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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鸡叫一样是吧 就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语言 嗯 那在世界上 它如何进行统一这些语言的表示方式呢 哎 用UTF8这种编码 嗯 这种编码来去表示世界上所有的文字 嗯 都是唯一的 比如说像这个 -U5 这5458就只是表示中文里面的员工的原则 那可能另外一个,我瞎瞎说的,另一个可能是U5D5187,可能就是表示日文里面的一个 日,不是日,日文里面的一个什么什么文字,就说它都是唯一的一个表示,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世界上就可以用统一种编码来就表示各个国家所有的语言了,是吧,各个国家所有的语言,所以中国这个来就表示,你不能直接打中文,打中文它就 显示出来的,就乱码,所以这个编码叫UTF编码,我们后面还会在讲UTF编码的这个特点,它的长度,它的定长是多少啊,对不对,好,就这么写啊,如果你这里要显示日文,那你就要把日文的输入法弄出来,把它打进去,你要繁体就打繁体,繁体的这个,这个员工管理系统可能是跟这个简体是不一样是吧,嗯,它的这个符号也会不一样,好吧,这叫什么,输入用户名是吧,嗯,输,啊, 输,不打错了,入,是吧,嗯,用户名,是吧,嗯,输入用户名,指一下,没错,是不是输入用户名,没错,哎,这是输密码,是吧,嗯,输出吧,这是,哦,那我就这个就不要了,输入什么,密码,密码,嗯,输入密码,指上去,没错啊,这叫登录, 成功,这叫登录,嗯,成功,指一下,有没有错,没错吧,嗯,OK,好,这边是,这个,登录,失败,失败,是吧,或者登录错误,是吧,对,或者叫登录错误,错误, 登录错误,嗯,对吧,登录错误,OK,这个文件就写好了,如果其他语言,一次这样去写,所以这个就要你要翻译了,对吧,嗯,你要翻译上,就这么打进去就行了,OK,那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准备,如果你有其他语言,那就一次往下见,往下见,注意,这个前缀是一样的,嗯,不能是不一样啊, 都叫info,然后怎么个后面的语言,什么呀,语言和地区,语言和地区不一样,自己有自己的,哎,有自己的,然后这个后缀名叫property,属性文件,提示,所以,这个英文好的人就知道了,第一看就是属性的意思,property,然后这是附属的嘛,嗯,附属的一个写法,OK,好,这个文件,我们写好了, 先到这儿